黄城城天门 一台四人鲸鱼从宫内而出 在进车指马的黄城里 除了黄氏能够出行不靠两条腿的 五根指头数得过来 守门的禁卫军 只在这鲸鱼路过的时候微微躬身 没人想着去拦 坐在鲸鱼上那人是看着眼神 可走在监鱼一旁陪着那人说笑的 却是这黄城里的禁卫们 没一个人不认得的 一身官员长服的求然男子 手里捧着一卷明晃晃的圣旨 走在监鱼旁边 低声跟那上面坐着的白发老者说话 嘿嘿 姨父 皇上还是挺够意思的 手里捧着圣旨的城之间 很失得意 他义父本就有着国公的寻味 再加上这圣旨的刺锋 留在长安赶不给面子 卢中植没有应他 随时坐在监鱼上 身形仍是板的笔直 双眼直视着前面的大长道 圣旨 那些个刺锋是个什么意思 他很清楚 当年他会抛下一切离开长安 祝皇上保全 图的就不是那些个无用的虚名 痊愈之心哪个男人都有 可是他已经老了 尽管身子还贱狼 可到底是活一年 是一年了 有些东西就看得更淡 但现在不一样了 他卢某人 线下有孙子 有孙女了 就算不替自己打算 也要替那些孩子们着想 一想到他苦心经营十数载 到头来 连自己的骨血都保不住 他这把老骨头 就算是死了 也不能瞑目 那几个孩子都是极好的 不愧身上是流着他们卢家的血 既然那个他们有心 不论怎么着 在断气之前 他也得给孩子们铺好了路 看着他们稳当了才行 义父 您还是先来我府上住下可好 皇上赐的宅子 我派人去给您修整好 您再搬进去也不迟 不了 为父这几日还有要事要办 先前嘱咐你的那些话 也可不许忘了 哎 监鱼路过尚书省附近 几名准备回家用饭的官员 见到他们这一行 虽不认这余上之人 一愣之后 吉利在路边恭敬行了礼 卢中植轻轻点了点头 眼睛里的神色很是冷淡 若不是皇上开了金口 他是不愿意刚露面就出这个风头的 这皇宫里的眼线比起外面的更是杂乱 这会儿已进中午 想必不少人吃完午饭就能接得信了 龙泉镇卢宅 卢氏早起就上了自家山路下面那块林子 到了近中午才又回到镇上 因后院草莓熟了 他顺路在杂货铺子里买了两只糖瓷罐子 准备回去浇些糖汁腌着吃 他同街上几个熟人纷纷打了招呼 又聊了几句闲话 才拐进自家院子所在的巷子 巷口停了一辆马车 他只是瞥了一眼 就认出这车室是长安城里的样式 心中顿时一喜 只当是他那一双儿女回来了 前几日木休 他本来高高兴兴地准备了点心和菜式 等着两个孩子回来 可是却被杂货铺子进货的伙计 告知两人有事不能回来了 很是沮丧了两日 卢氏脸上带着笑 走进了大开的院门 一手掀开帘子 嘴里说道 怎么接回 啪哒 卢氏手里的布袋摔在了地上 里面装着的两只罐子应声而碎 不大的客厅里只有三个人 一个是正有些手足无措地站在那里的小满 一个是微微垂头立在墙边 手抱剑鞘的青年人 还有一个满头白发的老者 端坐在正对着屋门的椅子上 见到他进来 小满慌忙地迎了上来 凑到他身边低声道 夫人 这个老爷爷说他是您爹 卢氏脸上仍然保持着呆愣的表情 听见他说话也没有任何反应 一双眼睛有些飘忽地 看着那座位上的白发老者 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的炉中指 眼睛一眨不眨地 看着立在门口的卢氏 面上绷得死紧 心中却是翻江倒海一般 十三年了 他又整整十三年没见过这个小女儿了 这个性子最笑他 又向来最受他喜爱的小女儿 谁又能想到 当日那一封断绝书 竟会让他们妇女相隔十三年 让他这孩儿吃了整整十三年的苦 蓝娘 你 你还认得爹吗 卢中指声音沙哑 略带颤抖的音调 透露着这说话心中隐藏的担忧 随着一声蓝娘 卢氏的眼眶中 蓄满的泪水 终于忍不住滚落了下来 他看着老者略带紧张 又有些发红的眼眶 张了张嘴 想要说话 可是却半个字也吐不出来 卢中指见得卢氏不答话 只是站在门口 用一双急向他的眼睛 紧紧地盯着他 一时间又想起了这阵子 他派人去查探来的消息 他这个从小贯奖起来的女儿 竟是做了近十年的农妇 守着吉姆地过火 靠着卖手工活计度日 还差点被个地方上的举人给抢了去 嘎嘣一声 卢中指大掌紧握的扶手 在他的猛然发力下断裂开来 一双鹰眼中泛着寒光 他视线停在了卢氏脸上 脸色又不好看 卢氏间的这样子 脸色顿时发白 扑通一下就跪在了地上 他还清楚地记得十几年前 疼爱他的爹爹是怎样渐渐对他视而不见 又在最后一面时 那般愤怒地同他夫家断绝了来往 他还记得他爹那时候的眼神正是如同现在一般 愤怒而无情 他不知道他爹是怎么找到了这里来 刚才听到老爷子唤他闺蜜一声 心中还隐隐有了一丝期盼 可见到他线下的眼神 却是半点没了刚才的征重 他怕 他怕那三个可怜的孩子再受到牵连 卢中指见他这模样 就知道是被自己吓着了 连忙收了脸上的阴冷 心中一苦 拐杖一称地 就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拖着腿走到了卢氏身边 缓缓地也蹲了下来 他将拐杖放在一边 一手撑着地 一手有些发颤地搭在卢氏的肩膀 尽量让语气放得柔和一些 蓝娘 你这是怎么了 我是爹呀 你认不得我了 卢氏身体瞬间僵硬了起来 一时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这个对他温声细语的人 是他爹爹吗 是那个一声充满寒意的冷哼后 就再也不愿意见他一面的爹吗 唉 见他仍是一语不发 卢中指沉声叹了一口气 牛头对着靠墙站立的青年道 带着小丫头出去 那青年岁潮立在卢氏一旁 正发呆的小满伸出了手 别动啊 你们到底是 嗯嗯 青年伸出两指 在小满脖颈下点了两下 一笔夹着小姑娘 就从客厅的后门进了院子里去 又把门从外面关上 这下 屋里就只剩下了这对 久别重逢的妇女 在后院待了小半个时辰的小满 因为既不能说话 又不能动作 一张小脸憋得通红 时不时地听见听钟 传来卢氏隐隐约约的哭声 更是使劲地 瞪着那个蹲在花谱旁边 观察草莓的青年 在说客厅里 卢中指看着跪在自己膝前 小心翼翼碰着自己左小腿的卢氏 眼眶发热 他以为这女儿要很难才能原谅自己 却没想到 在发现他一条腿弹肺后 这孩子就脱口喊了他爹 之后 他又将事情的原委细细地与他讲了 他却问也没问那姓房的小子的事情 脸色在震惊和苦涩中翻来覆去一阵变化 最后痛哭了一场 才又跪在他身前 好了 我又不是不会动了 不过是一条腿不利索 卢中指伸手把卢氏扶了起来 让他在自己身旁的椅子上坐下 孩子 你哭也哭了 气也气过了 给爹一句明白话 你可是原谅了爹 卢氏拿出帕子 抹了抹脸上的泪痕 苦笑道 爹 你瞒得我好苦啊 孩儿若说 心里半点也不在意 那是假的 三个孩子 跟着我过了十类年的苦日子 我那玉儿 更是白白做了四年的傻子 这一路走来 却比我过去活得二十多年 吃的苦头 多上了几十倍不止 可是 我现下 却只想着那几个孩子 平安高兴就好 卢氏十八岁才出格 他家中上面有两兄一姐 由于长相和性子 极向卢中指 从小就受父亲的喜爱 后来嫁给了父亲至交的儿子 日子也算和乐 只是因为掺和尽了 当年安王和太子的党争 才阴差阳错 被两家当成了弃子 卢中指点点头 知道卢氏肯叫他爹 那就算嘴上没说明白 心里也是认他的 再感动之余 又听他提醒了那几个孩子 脸上也露出了一丝笑容来 卢智和卢俊 原名是房依直和房依爱 可这志和俊两个字 却是他亲自给取的 当时他那老友死后 卢氏刚怀上孕 他还随口提过 若是生个女儿 那便叫个一语好了 没想到正是这几个字 最后却成了他孙儿们 现在正儿八经的名字 那三个孩子都是好的 孩儿 你不愧是爹亲手带大的 一个妇人竟是养了两个孩子 进到那国子间里去上学 别人家谁有这样的闺女 卢中指闭口没有谈房家的事情 当年安王势大 外表中立的房家 其实和卢家一样 都是当时还是太子的皇上的一派 太子安派了房玄灵 暗投安王 包括他在内 也只有三个人知道 安王野心勃勃 因为带了数年的兵 又久经沙场 心性既有军人的豪放 又有阴暗的血腥一面 房玄灵虽然做得真切 可是他一开始却只是信上三分 武德五年 安王把房玄灵投靠他的事情 摆到了明面上 太子一戏的卢中指 不得不对外做出 与其断交的样子 若是两家只有着父辈的交情在 也就罢了 可是好死不活的 卢中指的女儿 竟是房玄灵的嫡妻 安王会怎么想 太子一派的铁杆的女儿 竟然是自己手下一员大将的大老婆 还是育有两个嫡子的 怎么能让他放下心来 房玄灵的确是个很有才干的人 不只帮安王出了不少 招纳民心的主意 还帮他招揽了一批 朝中极有能力和才势的官员 但就是这样 才更让安王不放心 甚至在卢氏初怀孕那阵子 派了几个人打过害他性命的主意 这种情况下 房卢两家不得不表态 但也只有两种方法 一种就是房玄灵修了卢氏 两家关系就冷了 可两个嫡子 总不能也扔出门去吧 另一种方法 那就是卢老爷子 公开同房家闹翻 当时的情况 容不得人多加思虑 多一天 安王的疑心就重上一分 于是 在武德五年 安王有意将房玄灵 成了他篱下之人的事情 抖了出来后 卢中植便顺势在众人的眼中 上演了绝交的一幕 卢中植的性子耿直 是朝中之人众所周知的 太子继位 是上映祖宗规制的 他为了太子 同自己亲女婿闹翻 也算是情理之中的 可是安王在两家闹翻之后 只是放下了一半的心 仍然派人监视着两家的动向 因他不能长驻京城 便在离京之前 省了带走个别京官子嗣的想法 方玄灵既是他夺敌大事之中 极其重要的意还 当然也少不了他 于是卢智就暗地里被画上了那份 作为质子的名单 卢中植得了消息之后 便咬牙又出了釜底抽薪的一首 断绝书 这个年代的亲朋好友之间的断绝书 是极其厉害的一种指尖 一些大家族只有惩罚那些 作恶多端又谋财害命的族人 才会写了这东西出来 果然断绝书一出 安王即对房玄灵 至少有了七成的信任 这七成也足够房玄灵 在安王一派站稳了脚跟 饶是一个帝王 对他最亲信的臣子和嫔妃 怕也存着三成的戒心的 卢中植写了那断绝书 本就是障人耳目的 那时京中四处都是眼线 半点蛛丝马迹 也能让人看出不对来 于是他便狠了心 信出之后再没见过自己的女儿 他虽没和房玄灵联系 却知道自己那个女婿 是可以理解他的意思的 后来没过多久 他就离了京 隐姓埋名到了南方 拿着卢家几倍积攒下来的家业 开始四处招兵买马 为日后的夺敌之战做打算 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就在他离京半年后 接到了他女儿 从房家逃走的消息 在得知了事情的具体经过后 他只恨不得带着人马 杀到京城 去把房府给抄了去 可冷静下来后 就在四处招兵买马的同时 大江南北的 开始找起了自己的女儿 怎奈 老天就像是在惩罚他 当日所为一般 发妻因为最疼的小女儿生死不明 日日垂泪 终成瞎子 而他也在一次意外中摔断了腿 而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更是膝下半个孩子也没有生处 卢氏能这么简单地原谅了卢中植 当年迫不得已的绝情 是很多原因拼凑在一起的效果 从十几年前 房卢两家遭逢变故 他从房家带子出逃的时候 对他爹也是有过怨恨的 尤其是在生下一遇 又发现他是个傻子之后 对那些害得他们母子 沦落之人的恨意 更是仗到了极点 可是随着一遇脑子变得正常 一家人的日子越来越好 以往的种种虽不能全忘 可他也不再执着于恨念 子女平安又都懂事听话 作为一个母亲 所求不过如此 只是在偶尔回顾往事的时候 他才会觉得心中刺痛 卢氏是十八岁才出嫁的 虽然卢中植是个严妇 可他对待他与其他三个孩子相比 却是词多于严 生恩养恩合在一起 这十八年的妇女之情 也不是怨恨能够抵消的 且他当年并没有直接伤害到卢氏母子 卢中植在得知他失踪之后 足足寻找他至今 又因此断了一条腿 他心中本就不多的愿 也被他的行为所感动 虽不能将事情完全看开 可却是愿意认他这个爹的 爹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卢氏冷静下来后 才想起问这个问题 卢中植微红的眼中露出了笑意 当年新黄登基后 我虽辞官远走 可在京城还是留有铺子的 你可还记得卢正那小子 他误打误撞 见着了我那孙女的河囊 认出上面咱们自家独有的标记 之后 爹得了消息 就带着你二哥二姐 紧紧查探你们的消息 这边准备了 你可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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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可见好 你可见好